網站圖示修改 我們之前選了一個瓢蟲圖 那這地方其實有點怪怪的 回到影像處理來,把它開起來吧 我剛剛從Pixplay下載這個 那其實,老師我就是要完整的 網站圖示它一定是要正方形 那這個是長方形不可以 那怎麼辦呢?我就是要這樣 那你可以自己先做個正方形,來看一下 而且小小的,我先新增一個頁面 要給它正方形喔,這尺重給自己打 那為了打得方便 我們就打,譬如說200乘200 其實不可能那麼大啦 那怎麼辦呢?接下來 使用這個,這個 挑選工具點到它 選到它喔 拉過來肯定擺不下嘛,先縮小一下 還是先選這個,來,先縮小一下 很直覺的拉,好不好 OK,很直覺的拉,這樣,看起來大概差不多 就仔細看喔,可以搬過來這裡放開 我就希望這樣一定要完整的整支瓢蟲 看得見,這樣就可以了 那目前,我再提醒你 我們這個尺寸多大 一定是正方形的,那我就要這個檔案 那位置,這是調大小喔 通常搬位置我們喜歡挑選工具 每個工具附選,設施的事情不一樣 要不要再大一點,老師我再大一點 那就再調,要不要再小一點 你自己決定,反正結論是 一定是要正方形,這樣就倒頂的概念啦 這樣的鬍鬚看得見啦 這個鬚鬚啊,不是鬍鬚,觸鬚啦 不是鬍鬚,來,接下來存檔喔 存檔的時候我就另存新檔 OK嗎,這個是新檔 那放在圖片上記起來喔 不可以是UFO,要存什麼 JBG 網路支援的圖形呢 我跟你報告一下,JBG跟PMG 這兩個相容性很高 這個,不是像我一定可以 那這叫做圖示 Logo2好了 LO WebLogo 切到五蝦米來了 WebLogo 在哪裡,要記起來喔 OK嗎,那存檔下去 那接下來我們再回到網頁這裡來 編輯是,剛剛是在哪裡改的 那個,是在設定的地方 好,全都往下拉 左邊這裡 重新整理一下 我下不來了 來,再設定這裡 設定這裡一般 這裡這裡這裡,有看到嗎 再點變更,那變更要先傳上去喔 新增把我們在圖片的地方 剛傳到這個 來 我就點這個啊,這個啊 繼續 它就可以保留下來了 你看見嗎 因為它一定要正方形的 再點完成 好,儲存了,成功了 那回到這裡來 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有時候會來 有點來不及正常啦 喔,看到正常了吧 才不會剛剛被切掉 不是一隻那個啊 現在這裡就正常了 那這需要網站處理來幫忙才可以 這樣可以保留網站圖示 不過你想喔,這其實有點細微啦 這兩條敘事有點看不見 我還是希望保留完整一點 那這事情 我這邊再囉嗦一下喔 那剛開起來喔 後悔一下喔 移到邊界來 越倒比較不好弱 那接下來 回到這裡來 點了它 調大小 很直覺的 拉過來 喔,再調大小 你看見嗎 如果好的話 接下來再另存心檔 這筆劇就好了 從這裡另存心檔 好